吃个蛋糕把自己吃死了 传送门的一开场 我就从一个密闭的房间当中醒来 除了跳动的数字之外 只有一个生硬的AI语音Glados在跟我对话 告诉我即将要参加一场实验 并且这场实验完成之后呢 会给我一个小蛋糕作为干净 而这个实验的过程 就是跟随AI的指引 利用红蓝的传送门相互传送 来完成一关又一关的解谜测试 这里我提嘴啊 这个游戏的解谜程度其实很适中 但是对我们这种3D眩晕患者 非常的不友好 如果你玩了10分钟还不想吐的话 我建议你去考一下BGM 但是随着游戏进程的推进 我慢慢的发现 这个实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小游戏 说好的呢是测试 但是观察室内竟然空中不有 而且当你进入一些脱离AI监视的房间时 枪上刻然写着 OK 但是咱也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继续参与测试 当我经历千辛万苦 攻略了最后一个实验场所后 跟着传送带的角度 准备隆取小蛋糕的时候 结果结局竟然是要把我扔进火炉里给烤了 但是在即将进入火炉的时候 咱们集中生智的用传送枪 跑到了安全的核心台 原来这个AI 其实一直是在用诱导的方式 想杀死 于是咱们利用传送枪 进入了格拉豆斯 无法监视到的一些房间里 根据不知名人士的提示呢 我们最终也来到格拉豆斯的房间 在摧毁了他控制人性的零部件之后 一切都没有真相 作为AI的他呢 其实就是本作的Boss 他就是用这种挨诱导的方式 杀光了实验室的朋友 这也是整个实验室空无一人的原因 而作为主角的你呢 就是这里唯一的幸存者 经过大约三分钟的搏斗之后呢 打出成功的击败了格拉豆 由于主脑的摧毁 整个实验室崩溃 你呢也因为巨大的吸引力 被吸到了天空 最后落榜之后 主角回到了地面 实验室被摧毁 正当我们以为故事完美大结局的时候 一个机械的声音突然出现 又将主角带回了地下室一室 到这里呢 一代神作传送门一的剧情 就基本结束了 那主角是真的又被拖回实验室了吗 那就是传送门二的剧情 如果大家还想看的话 可以来主页催跟我 是情况决定跟不跟 对不对 对不对 詞曲 李宗盛